很多人都以为 圣经说 这个世界是由上帝控制的 有这样的可能吗? 这个世界已经失控了 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 疾病、死亡 贫穷、灾难 上帝那么有爱心 他怎么可能做出这些事呢? 圣经的答案 或者会令你感到意外 圣经说 全世界都受难恶者控制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的问题 都是由一个邪恶的势力 在幕后操纵的 这就是为什么 无论人类多努力去解决问题 都没有办法成功 但是好消息就是 圣经说 这些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圣经告诉我们 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问题 上帝会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还有目前我们可以怎么应付 协议 的 人类多美好的 他们缘 一些练小型 的 昨天 你 一个吗 你